拜登总统抵达印尼巴厘岛出席G20峰会 印尼主办方不敢马虎 布置派特使接机还安排一段现场民宿舞蹈 各国领袖陆续抵达 韩国总统尹熙悦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都在13号晚间协同妻子降落在巴厘岛 获得大排场接机的还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 各国元首齐聚G20却不见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身影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声称是行程冲突无法参加 但普丁的前顾问马尔科夫直接大胆预测 普丁其实是担心遭到暗杀 加拿大总理人还没到就先开轰俄罗斯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抖制全球陷入能源和粮食危机 其他国家纷纷地制俄罗斯以往惯例的各国元首大合照 也因为多国领袖不愿和俄罗斯外长统框合影被迫取消 财经媒体彭博社预言 本届的G20联合声明恐怕难产 因为美俄双方在13号的柬埔寨东协高峰会上 就因为无法达成共识 没有发布联合声明 俄罗斯外长抗议美国和其友邦国家 以战争一词诋毁乌俄两国的特殊军事行动 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驳斥 表示有越来越多国家就乌克兰议题将挑战俄罗斯 苏利文也承诺会尽可能产生联合共识 俄罗斯面对各国包夹 也难怪普丁要置身事外 这新闻林梅杰网克勤报道